人们常说乱世出英雄 的确在社会动荡的时候 出现的英雄还确实不在少数 但是我们今天要说的是乱世出谋士 中国著名的谋士也有很多 比如史上最杰出的十大谋士 吕上 管仲 范黎 李斯 张良 诸葛亮 魏征 赵普 刘姬 红成仇 基本也都是从社会动荡的局面里出名的 我们今天要说的是东汉末年三国争霸时期出的著名谋士 首先莫过于大家最熟悉的诸葛孔明了 东汉末年 蜀国丞相 明亮自卧龙 自从刘关章三顾茅庐出山之后 诸葛亮一生为蜀国鞠躬尽瘁 屡见其功 可以说没有诸葛亮的话 三国时期的蜀国也不会撑那么久 其次就是庞统 自氏元 号凤厨 同属于东汉末年蜀国的谋士 被人对他最高的评价是 卧龙凤厨得一者可安天下 可见庞统却有过人之处 而时运不济的刘备 同时拥有了卧龙凤厨 却没能一统天下 实在让人可惜 然后就属为国杰出的谋士司马懿了 司马懿自仲达 人颂外号种虎 此人的能力不在诸葛亮之下 大概三国时期能和诸葛亮谋略 智慧以及职位都相当的 就只有司马懿一人了 在魏国期间身兼多职 同时辅佐了魏国三代皇帝 堪称三朝元老 最后一位是郭家 自奉孝 外号鬼才 同样是曹操帐下 魏国谋士 连曹操都说他见识过人 是自己的齐佐 在曹操常年率兵打仗的过程中 郭家一直在其身边 甚至曹操都打算在平了战乱之后 将国家大事交给郭家 可见此人之厉害 以上几位在谋略智慧上 都平分秋色 因此要想在卧龙 凤厨 种虎和鬼才 选出一位最厉害的可不容易 各位朋友 你们心中最厉害的是谁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